司马兄弟在洛阳,听说江东的孙郡把诸葛克给杀了,司马师一笑,诸葛克这个人太爱揽权了,他呀,威震其辱,其能久乎,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,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,他的死啊,是咎由自取。 正这儿说着呢,忽然边关探报来报,说是西蜀江威江不约,其大兵二十万,摆廖化张义为左右先锋,摆这个下活吧为参谋,让张义做运粮食,而且接连了枪兵,请枪人出兵,助他一臂之力,将为要兵出杨平关。 这一下子,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怀呀,给吓坏了,他是急爆洛阳,哎哟,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,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? 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,但是不行,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啊,两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了,司马昭,摆为征锡大都督,让徐志做先锋官,领大兵三十万,是抵挡江维江不约。 临走的时候,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,你可不要小看江维啊,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,他有点真本事。 所以你这次要去打,必须如此这般。 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啊? 说现在江维不是请了枪人帮他吗? 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。 就是说你想办法啊,把枪兵主帅这心买过来,这样呢,就减轻江维好多的势力。 然后啊,你是见机行事,不用贸然出兵,跟江维作战呢,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,你必须要慎重。 司马昭牢记在心。 他出兵迎敌江维啊,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。 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,他还真就把枪兵主帅给收服了。 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,你呀,如果要帮着我把江维破了,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,重重的封赏你。 这位这么一听,哎,这事挺美啊。 因为江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,我都收下了。 现在司马昭呢,虽然捉住我了,还没治罪,还要给我请功,何乐而不为啊。 他又翻过脸来啊,帮着这司马昭打江维,把江维给困在了铁龙山。 郭怀是一娃当仙啊,郭怀想把江维给捉住,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。 他一看,江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,什么先锋官的,偏将了,江维一个都找不着了。 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,哎呀,好惨的江维啊,手里的枪都没了,不走熟的剑也都射光了,手里光拿着一张弓。 郭怀这乐呀,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,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。 你钻这一张空弓,算干什么用的呀,啊? 带我射你一剑,他把一剑射过去,他也不打听打听江维的本领。 江伯约一回头,一个犀牛望月,把郭怀射来的这支剑接住了,往自己这功弦上怎么一打扣,砰一下射回来。 一剑把郭怀给射死了,射死了郭怀,还在乱军之中, 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,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,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。 这位姜维姜伯约啊,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齐功,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。 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,另派大将镇守边关,他这才兵回洛阳。 回到洛阳,哎哟,洛阳这儿出事儿了,出什么事儿了? 敢请这司马师啊,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。 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? 兄弟不是领兵去争稀敌党将围去了? 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? 就唯恐有什么不测。 司马师啊,在洛阳这儿镇守着, 他的派头大,整天是待见上殿。 甭管见着谁,那脸儿都仰着,胸脯都挺着, 那简直是悟空一切,满脸凶器。 执掌生杀大权呢,瞧谁不顺眼, 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。 所以文武百官呢,都怕他呀, 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, 叫大逮逮,哆嗦呀,啊, 吓得让他,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。 曹芳啊,还没起来呢, 听说司马师来了, 这皇帝曹芳哭通一下, 就床上掉下来了。 哎,旧事他也不起来了, 说我迎接您来迟,望您恕罪。 司马师一笑,哎, 赶快过去,把曹芳给扶起来了。 陛下,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? 您是我的君,我是你的臣呢。 您这么样来迎接我, 我怎么敢担当? 嘿,曹芳心说,您别客气了, 你要把您脸上的胸像收一收啊, 我就踏实多了。 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, 您别吓唬我就行了。 这司马师就这么横。 司马师前脚一走啊, 曹芳穿着一身睡衣, 光着两只脚, 站在床前面那儿, 哭了, 哭得味味的, 怎么回事啊, 伤心? 就在这时候, 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, 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。 陛下, 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啊, 如此伤悲, 有伤龙体。 陛下, 您要多多保重。 曹芳, 瞪着一双泪眼, 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, 原来是中书令李峰, 光禄大夫张继, 还有夏胡元呢。 哎, 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, 尤其是这张继和这夏侯玄, 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啊, 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? 夏侯氏呢, 是曹氏一家人呢, 也是朝廷的骨功之臣呢。 当初啊, 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、夏侯玄一块儿, 全给弄到洛阳这儿, 杀害了, 夏侯霸不跑西蜀去了吗? 这夏侯玄就来了, 就是那位。 还有这张继, 这张继呀, 是曹芳的岳父泰山, 老国障, 他女儿就是张皇后。 哎呦, 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, 他哭得更加伤悲了。 这三个人站起来, 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, 让那些侍臣都出去, 又苦劝了一番, 曹芳这才跟他们说, 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, 这可怎么办呢? 张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, 陛下, 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, 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, 把司马兄弟杀了, 为国出海。 曹芳一听, 那感情太好了, 不然啊, 我整天是如坐针毡, 滚油兼肠啊。 当时啊, 曹芳给了这张继一道血书, 就是血赵, 这张继啊, 带着这血赵一出宫, 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了, 那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, 搜去之后, 就把这几位啊, 推上士曹斩首, 同时豁灭三宗。 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啊, 他拿着这刀血赵, 带着铁甲军, 进了宫了, 到皇宫里边, 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, 把曹芳吓的, 跪着那会儿是抖一而战。 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, 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, 立曹芳为帝, 把曹芳打发走了, 让这曹芳做了皇帝了, 就在这时候, 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, 哥俩一见面, 司马师把这经过怎么一说, 司马昭点头, 兄长, 您做得好啊。 兄弟正在交谈之际, 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, 昏过去了, 怎么了? 他的眼积爆发, 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, 原来想上点药啊, 把他圈回去得了, 不行感情, 越上药越厉害, 请医生看过, 医生说得开刀, 但是还不能轻易动, 因为长得这地方不怎么样, 在眼睛上, 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, 这着急一上火呀, 这包越来越大, 哎呦, 这可怎么办呢, 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, 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, 只能开刀了, 司马昭这么一听, 那就开吧, 哎呀, 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, 怎么回事, 倒不是说, 医技医术不高, 这分给谁开呀, 这是司马师啊, 大都督, 大将军, 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, 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, 这可怎么办呢, 实际那时候啊, 医学科学不发达, 感情司马师啊, 这眼流不能轻易动, 是恶性的, 哎, 这些为医生布道, 怎么办, 开吧, 战战兢兢, 害不着慌总算给开了, 开完之后, 这就得养着呀, 过了有几天哪, 哎, 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, 就是说这眼级好了这么一点, 就在这时, 有人来报, 出了大事了,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, 说可了不得了, 淮南的大将, 灌修俭返了, 他丢集了好多名将, 精兵不下几十万, 说要杀笨洛阳, 灭司马师, 司马昭兄弟, 重新再立曹芳为帝, 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, 实际太后没传旨意, 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, 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, 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灌修俭返呢, 也就是调民发罪的意思吧, 当时灌修俭, 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, 所以啊, 探报报给司马兄弟, 司马师一听灌修俭返了, 五里一下就坐起来, 当时眼睛成也忘了, 他紧张啊, 因为灌修俭这个人呢, 武艺高强, 这人是很有号召力, 同时呢, 回南一带, 兵精良足, 兵强马壮, 这还次要呢, 因为他和江东接壤, 如果这灌修俭在联合东吴, 一起来攻, 那可就悬了, 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, 赶快派兵去平息吧, 派谁啊, 谁能是灌修俭的对手啊, 简直派不出去啊, 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, 说是要想平定回南之乱, 能够降服灌修俭的, 只有大将军您, 就是说, 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, 哎呀, 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, 怎么你没看见吗, 大将军的眼睛尚未痊愈, 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, 哎呀, 司马师摆了摆手, 我低此言差异啊, 这点儿, 区区小技算得了什么呀, 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, 不然恐怕难以平定回南, 这个灌修俭纳, 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, 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, 司马师带病出征, 领雄兵二十万, 傻笨回南, 司马师有点急了, 他心说, 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, 耽搁不得, 万一这灌修俭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, 那可就麻烦了, 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, 到了回南, 扎住了大寨, 有人早就报给了灌修俭了, 灌修俭听说司马师亲自带病出征, 他只说了一声再看, 管修俭挺轻松, 一点也不轻松, 他很紧张, 哎呀, 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啊, 但是管修俭知道, 司马师现在正病着, 他眼疾闹得很重, 很厉害, 竟说是刚刚手术不久, 嗯, 管修俭知道, 都司马兄弟的厉害, 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, 等司马师到这儿, 他并不立即去战, 先把城门紧闭起来, 感情这灌修俭呢, 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, 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, 怎么回事呢, 一路安马劳顿呢, 司马师啊, 是真够横的呀, 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, 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雨呀, 那个车呀, 特制的这么一种车, 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, 那也受不了, 这眼睛疼, 他可不像是别的, 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巴烂, 小鞋子都难受得不得了, 何况这眼珠子, 这家伙刚刚手术啊, 司马师啊, 心烦意乱, 坐卧不安, 插帆不详, 他今儿个月不想打, 想等着明天, 哎, 要不战则以一战, 就得把冠秋剑杀的大牌, 就得把他降服了, 司马师是这么想的, 所以晚上啊, 强咬着牙关, 吃了点东西, 他想早早歇一歇, 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, 您哪, 得好好的养一养, 什么病也是一样, 三分病七分痒啊, 好, 您这刚刚手术完了, 就打洛阳折腾到回南来了, 这不行啊, 钢铁人也受不了, 司马师感激啊, 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, 心说我不来得行啊, 你们退下去吧, 这咬紧了牙关, 忍住疼痛, 实际忍不住啊, 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, 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, 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, 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, 都很担心啊, 司马师这个病体, 你说我这么一喊叫, 这怎么能停啊, 强忍又忍不了, 司马师用这吓咬住这被子, 把被子都咬破了, 棉红都露出来了, 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, 疼得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, 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, 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, 突然间, 他就听这原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, 杀, 可把司马师吓着了, 他这么一泻子都坐起来了, 你说也怪, 什么事怪啊, 他眼睛不疼了, 真不疼了吗, 不是, 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, 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, 司马师杀出中军杖来才明白, 赶紧灌秋剑来劫营来了, 哎呦, 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, 一先啊, 他就下令调来了眼周刺史邓爱, 不然呐, 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剑杀个丢盔卸甲呀, 这邓爱可太厉害了, 这只生力军, 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, 到这儿, 助司马师一臂之力, 就把冠秋剑杀得大败, 最后把冠秋剑给杀了, 平定了整个的回南, 司马师这才由回南班师啊, 回了这许昌, 到许昌, 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, 根本就不行了, 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, 服药已经没有用了, 他赶忙派人到洛阳, 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, 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, 弟弟啊, 看来我是不行了, 不久于人事了, 那么就是说, 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了, 孤孤单单啊, 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儿商量商量, 出处谋话或策了, 遇事的时候, 你要仔细斟酌行事, 不管遇上什么事, 你都要好好想一想, 千万记住, 大事不要倾托他人, 倾托他人, 倾信他人啊, 都会招来灭族之祸, 更不要大权旁落, 就是你的权利啊, 别轻易就交出去, 尤其是这军权啊, 弟弟, 你要慎之又慎, 千万切记啊, 哼, 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, 临终之时, 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, 说完之后, 他就一命呜呼了, 司马昭跪刀窗前, 放声大哭啊, 好多文武过来解劝, 说大将军已经跪天了, 您不要这么伤悲, 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, 治理治理丧事吧, 司马昭一听有理啊, 勉强算止住了悲声, 他当即传令, 让这个许昌这是全成绝, 上至巴士老翁下至钢柜跑路的娃娃, 一路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批拔带秀, 同时他自己啊, 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, 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, 司马昭最伤心了, 因为这个哥哥非常好, 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, 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, 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, 怎么样握住大权, 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出事, 那司马昭对司马昭来说呀, 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, 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, 非常怀念哥哥, 所以他要这么做, 还差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, 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, 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, 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, 不仅守灵, 还希望司马昭丧事办理完毕之后, 把人马就扎在许昌, 为什么呢, 是以防江东来放, 而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, 这什么意思, 他敢忙把熟悉的文武找来了, 跟大家一商量, 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, 好多人谁没说什么, 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, 只有中会提醒司马昭, 我说将军, 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, 司马昭一愣, 怎么见得呢, 您想啊, 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, 说明朝礼也很乱, 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, 而且还守什么灵, 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, 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, 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, 至礼朝纲, 这才是上策, 司马昭一听中会说的有理啊, 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, 看来皇帝是对我家上小心了, 不行, 我得回去, 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半礼半礼, 然后他回兵落水, 回来了, 可把这皇上曹谋给下谋了, 皇上曹谋一想, 哎, 回来了, 我让他在那镇守啊, 不好, 这可怎么办, 大局文武, 商医对策, 有人提醒皇帝, 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, 您就重重封赏他吧, 惹不起啊, 皇帝听过还怎么封赏他, 这么着得了, 他哥哥那些事都给他不行吗, 就是说, 司马昭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, 当时曹谋下了一道诏书, 其实这道诏书是废纸, 你怎么家封人也不好使, 怎么回事呢, 司马昭临艳气的时候, 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箱都给了他兄弟了, 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, 你封不封管什么呀, 那不过是个形势而已, 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, 是配件上殿啊, 待件上殿啊, 见皇帝不败, 比这哥哥还横, 从此啊, 曹魏朝廷, 上上下下, 中外大小事一切等相, 都归了司马昭了, 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, 忽然间探报来报, 说是西川的江维江不约, 带领精兵数十万, 已经兵出汉中, 来打中原来了, 干嘛江维挑这么个结果眼来打呢, 这结果眼哪找去啊, 司马师刚死, 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, 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, 这是个好时机, 好战机啊, 江维当然抓住不放, 这一出兵啊, 来得还真冲, 连连夺取城池, 是斩将夺亏, 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精杀得大败, 逃疲一战是身为大战, 司马昭文报大吃一惊啊, 这可怎么办啊, 他心服将佐给他出主意, 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, 要想拒敌江维, 非邓爱不可, 哎, 司马昭一听, 这一丸将你推荐的太好了, 立刻让邓爱挂帅, 去拒敌江维江不约, 这个江维啊, 本来陶西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, 他手下的大将张一劝他, 劝他什么呀, 您赶快回兵吧, 见好就收就得了, 可是江维不听啊, 他还要打, 现在征兮将军邓爱来了, 邓爱略失一计, 就把狄道成给包围起来了, 可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筋骨大作呀, 江维当时是呸挂上马, 带着张一等众将杀出城外, 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好, 当时江维就愣了, 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, 毁不听张一将军解劝, 果然中了邓爱的诡计。